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什么比时间更具有说服力了 因为时间无需通知我们就可以改变一切 想想的确是这样的 时间不声不响 岁月不言不语 却悄无声息地改变了很多东西 它从不提前智慧我们 也无需智慧 因为我们总能后知后觉地明白一些事情 很多着急的关系最开始相见恨晚 过一段时间就恨得老死不想往来 而时间就像一把巨大的筛子 让留下的才是最真的 很多在当下不如人意的事 比如工作 学习上的压力 现实生活的重担 经历的时候很苦 后来才发现有压力才有动力 最好的年纪不该消沉 更不该溜溜无为 很多得到在时光的筛选中慢慢失去 而很多的失去在时光的沉淀下 也变成了一种得到 真真假假 叙叙实实 你想知道时间总会在最合适的时机 告诉你答案 岁月证明一切 一切则在人心 兜兜转转 原来还是时光最懂人心 你常会有读者和听友在不开心的时候留言问我 一切还会好吗 我总是会说 会的 时光会愈合心底所有的伤 要多久呢 也许要一个月 也许要一年 也许要十年 但也许只要恰当的一秒钟 心情不好的时候 静下心来想想 现在这些让我们不开心的事 有多少是能在十年后依然意想到我们的呢 在发展飞速的今天 每天都会发生很多新的事 也许好 也许坏 但它总会把过去覆盖 那些看不透的人 就算了 小人要交心 患难占真情 没必要把太多人请进自己的生命里 和谁在一起舒服 那就和谁在一起 那些想不动的事 就别想了 反锁经历 皆为有过往 也皆为成长 开心也好 难过也罢 在时间强大的治愈力下 也终终会淡化一切痕迹 时光教会我们的 有时候不需原谅别人 而是放过自己 也许现在的你 事业没有那么顺利 甚至还在做着自己并不是很喜欢的工作 每天朝九晚五 也许现在的你 爱情没有那么容易 痛过几回 伤过几回 不知道那个对的人 到底是什么时候会出现 也许现在的你 经历了很多求不得 爱别离 不再那么喜欢喧嚣和热闹 反而是变得越来越沉默 但请你认真努力 坚持住不要放弃 黎明前总要经历一顿最黑的夜 但岁月绝不会亏待每一个用力奔跑的人 无论怎样 先记得好好爱自己 先做更好的自己 保持住你的善良和初心 坚持住你的勇敢和信念 其他一下都交给时间 时光里产生的问题 就在时光里慢慢解决 岁月里发生的故事 就在岁月里画上句号 离开的都是风景 留下的才是人生 观音任然 我们的年龄在变 模样在变 心态也在变 属于我们的时光 反正就是这一辈子 每个人都会经历一些苦和难 不要因此就两手一摊再不作为 而且相信时光的治愈力 相信阳光总会召集心底 也许不必放下伤痛 但要带着伤痛继续前行 也许不必抛弃过往 但要从过往中重生出新的自己 继续生活 不经事不懂人 经时光变真心 期待纵使时光老去 而你我 总能从容地 惨然地做更好的自己 老话一句 时间是治疗伤痛的 最好的 有效的药 为什么呢 因为 你哪怕我现在 再往回看五年 十年 甚至十五年 二十年 有很多我们 以前很在乎的东西 在随着我们的 飞速发展的生活当中 慢慢地震得 不是那么重要了 甚至很多很多 以前的以前 你十分珍惜的 你说过的很多话 你当时想要 未来做的很多事 到了发展的今天 你已经改变了许多 甚至你改变了想法 或是认清了自己 所以 时间也是一把双刃剑 会告诉你好 和告诉你坏 时间和这种人心 为什么呢 因为日久见人心 梁静如有首歌 叫爱久见人心 我觉得他们讲的是 差不多的 有的人说 我会陪你 你开台 我就陪你 我会一直陪你 陪到你不开为止 这样的话 其实我听过不少 可是 真正这样的 有说过这样的话的人 有坚持做的人 是非常非常非常少的 而 完全没有学过这样的话的人 除了努力的生活 工作 还会在他 有限的时间 来陪我 所以其实我觉得 言出必行 是一些很难的事 但如果你要做 你不真的要说 以前的以前 我觉得我做了一些好事 或是我做了什么事 我不需要跟人家说 没关系的 反正我吃点亏没事 我只要问心无愧 我只要尽力就好 可是 因为在我们这行业里面 你发现 你完全都不说 最后人家就让你背黑锅 背后说一些有的没有的 所以我后来改了改 我觉得 有些事要说的 我就必须摊开来跟人家说 有些事我觉得 没有必要说的 我就不会再去多说一句 就是那种利益关系 做得很明白 很清楚的那一种 因为如果你不说 人家就会看出说故事 就像我昨天晚上知道的信息 我玩的游戏当中 有人要离开 然后他离开得非常坚决 然后我只是说 谢谢你辛苦了 好 我没说什么 然后后来到后来 过大约将近快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又得有虚传相遇了 他说他也跟我打招呼 讲男生话我也看到 但是我当时就不是很想讲话 我不是很想讲话 我就不太会理你 而且你跟我说哈喽 我一定要回复吗 当然这是礼貌的问题 可是那是在游戏里 你跟我没有利益关系 然后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牵扯 就只是我们游戏里认识罢了 那我要不要理你 就是我的心情 可他昨夜突然找我来理论 跟我讲一对blah blah blah的话 说我如何如何不待见他 我屏蔽他 我什么什么他 我那时候满脸乌鸦飞过 我屏蔽你的话 你的信息怎么发到我这里 我怎么看到的 我只是回答你是我谁 你是比我妈重要 还是比我工作重要 你是比我生活重要吗 你讲了这么多 我一脸茫然 我觉得你莫名其妙 你要我理你 我就一定要理你吗 你是谁呀 我觉得有些人 真的太自以为是了 所以为什么时间是最好的 日久见人心的方法呢 因为一开始相处 认识这个人的时候 觉得他还OK 还蛮积极的 虽然有点情绪化 可是认识越来越久 越来越久 甚至经历过这样的时段 有几个月了 然后他突然间冒我这些话 江山一感 本性难以 谁都不要带着面具 去跟人家交流 因为早晚面具撕下来之后 大家很容易死破脸的 所以希望今天的分享 对你有帮助 那么明天就会再见啦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